明天是咱们大神班同学聚会 地点在我那个山顶里很舒服 你好几年没来了 今年有空就过来哟 好久不见啊 妈 你们之中 究竟是谁 要置我于死地 这门怎么打不开 还记得我吗 这个人 应该是冲我来的 没事 我在 要不是刚进圈子了 干嘛这么大惊小怪 不要大惊心 你什么成为演员呢 你所谓的梦想 真可笑 你是谁啊 开什么玩笑 你到底是谁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也是张梦儿 什么 这个人应该就在我们的同学聚会 这个人应该就在我们的同学聚会 我现在在2020年同学聚会上 你必须保卫着我们的关系 否则我 也就是我们 将会面临你难以想象的无望之外 你女朋友吗 关系你是 你说我这你啥啥啥 你喝多的 张梦儿 你又干了什么 我明白了 你就是讨厌和我传绯闻 对不对 对 怎么了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我都会讨厌你这个自私有自大的人 你至少可以改变两个人的命运 你为什么就不可以满足一下我的信任呢 明明你可以找到的 你为什么要让我来帮你决定你的未来啊 因为我很清楚 那种被实在抛弃 无力无援的感受 没关系 我就不信了 十八岁的办法没有一个可信 你听着 这件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和我知道 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事 虽然你可能不相信 但它确实是真的 你要说的 是你的MP3的事吧